好 这起脚头翁崎南命案 专案小组发现死者两年内还曾经遭到过两次的枪击 而歹徒的手法一致 包括刻意制造断点来破解警方天罗地网的部署 还有更换车牌延迟被查到的时间 现在检警桌布排除是同一伙歹徒所为 更有议员爆料了 怀疑招待所还有监索主管出入 台中市警局专案小组调查翁崎南遭枪击命案 发现死者在97年底因为一子和人发生冲突 遭对方枪击身亡 他放话讨回公道 在酒店门口被人开枪 一名手下脚步中弹 98年底他又在一家查行 被人用M16步枪扫射 两个中断案件未破 而手法和这次几乎一模一样 歹徒在作案后刻意绕路 躲到监视器射入范围外产生断点 经过一段时间后再重新开车逃逸 似乎掌握监视器天网的部署 而且逃逸车辆不是悬挂假车牌 就是驾驶AB车让远警无法追弃 因此怀疑是同一犯罪集团所为 市议会中更有议员 惊爆还有更多人出入所谓的招待所 不是只有警察同仁进出那个场所 还有法务部台中监狱的主管 议员怀疑翁其南旗下 还有不少不法分子挂钩 换说监狱看守所内 可以受到比较好的照顾 在招待所里都可能发生弊端 因此从录影带的内容 应该还可以网上追查 咱们钩狱看守所内 警号码